在这当中 有的人已经跟不上这列列车了 晚到的 不努力的 等于已经看到火车开了 还有很多人 一开始跟着火车一起在跑 慢慢地等火车越开越快 就被淘汰了 他们用过去那种固有的姿态 刚刚学佛时 觉得自己也能跟上的 既不努力学佛 又不精进修心 也继续在修 但慢慢就被火车抛在后面 跟也跟不上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 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人会失去悟性 失去佛性 师父还说 所以学佛必须要精进 精进是一个法门 就是要让你永不懈怠 跟上佛菩萨的脚步 跟上佛光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啊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三十多年了 头疼怕凉 脑CT都做了 药都吃了 看不好啊 我的家人和朋友都知道 我帽子多 我有最少三种帽子 去外面的 在家里的 晚上睡觉时戴的 我三十多年都很自卑 我也不好意思地说 有病的人才戴帽子睡觉 我还以为 我得戴一辈子的帽子了 也戴习惯了 不戴就着凉 发作时呕吐 像怀孕时那样去吐 那种头疼 只有我自己知道 就想往墙上撞 痛苦的都想跳楼下去 每天时时刻刻地注意 不小心就头疼病犯了 学佛念经后 没有吃一片药 神奇好转 现在也痊愈了 这是我根本没想到的事情 就发生了 敢菩萨敢师父 敢今生福报 能找到心灵法门 学佛改变命运 真实不虚啊 如果不是亲自发生在我身上 我也不会相信的 因为要写分享稿 昨天我特意没戴帽子 骑自行车出去办事 来回得三个小时左右 都是在户外 这在北方的三月份 我得有最少三十年 第一次敢不戴帽子 在户外这么长时间 法喜充满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学佛前 我有严重腰间盘突出的毛病 不能弯腰 不能低头捡东西 学佛后 腰间盘就开始好转了 了解我的一位女朋友 看见我腰间盘好了 掉在地上的东西 能弯腰捡起来了 她就学佛念经了 读白话佛法 把疼了两年多的 右肩痛 痊愈了 去年冬天 右肩疼得晚上睡不着 当时 许愿的那些小房子 马上都到日期了 也不敢再许愿小房子了 听师兄分享过 读白话佛法能治病 我就把一篇白话佛法 同时多读 这样读了二十天左右 右肩就一点点的不疼了 现在是每天读一篇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是2019年10月底 开始做功课念小房子的 跟菩萨忏悔 接触一年多 都没有好好念经消业障 真是福报不够啊 学佛不长时间 多年顽固性便秘痊愈 没学佛时 还认为是遗传奶奶的 因为伯父家堂姐 也都便秘严重 奶奶是九十多岁去世的 临终时便秘也非常严重 我也经常调侃说 我是属皮丘的 只吃不排 我将来顾去时 肯定是得从肠道上得病 那时我的排泄系统 就是跟我的身体罢工了一样 就像失去了排泄的功能 没有感觉了 那时我想 有人羡慕车 有人羡慕房 我最羡慕上厕所呀 因为我奶奶临终时 就是那样走的 也去买了医院灌肠的工具 回家自己做喜肠 去医院治 因为医生也没有好的办法 自己买牛黄解毒片 吃了身体上都发黄色了 就认为是家族病 这辈子治不好了 现在 每天早上都去上厕所 痛痛快快 运用五大法宝 学佛改变命运 法喜充满 感恩师兄的分享 学佛也改变了我的心态 越来越喜欢我的儿媳妇 就是儿媳妇 有意来刁难我 我就觉得 这小孩太苦了 她流产的孩子 在她身上 儿媳妇又来闹心了 不然刚刚还好好的 怎么这会儿 心情就不好了呢 她还不会念经超度 太苦了 没学佛之前 我女人生 男儿性格 脾气比我家三个男孩子 都暴躁 从小到大 妈妈生了四个孩子 属我脾气臭 沾火就着了 小时候我爸说 我教了一辈子书 我爸是老师 我教不好你呀 在这种父辈无奈的环境中长大了 儿子也说我心太硬了 我还不服 对儿子说 我就是一个男人 学佛后 心肠变得越来越柔软 越来越能体谅别人的不容易了 是师父教会了我 怎么去做一个善人 学习白化佛法 让自己越来越随和 越来越谦卑 没学佛之前 中了太多的恶因 受到了太多的恶果报应 深信因果 不敢再造新业 我还得努力加油 改正无名习气和劣根性 我念经慢 念得小房子不多 夜里牵引 也不精进 菩萨慈悲 让我受益于学佛 很惭愧 对不起菩萨 对不起师父 今后要努力精进 做很多服务众生的事情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 十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现在的人包庇孩子 孩子做错了 父母亲都出来包庇 说有一个亲戚家的熊孩子 来到一个朋友家来玩 结果这个熊孩子 就是往朋友家的钢琴 倒了一桶水 钢琴马上坏了 结果孩子说 给钢琴洗洗澡 朋友生气了 骂了他 孩子一句 他妈妈说 你这个人真的多事 你不懂得爱护孩子 还骂了朋友一顿 离开的时候 他朋友把熊孩子叫过来 给了他一个红包 跟孩子说 这是洗钢琴的奖励 记住了 越大的钢琴 我会给你红包越多 你不要告诉你妈妈 否则他会没收的 一个月之后 这个孩子在商场 把可乐 浇在了一台 六十八万的 玛丽蒙露的三角钢琴上 现代人 总是包庇自己的孩子 总是责怪别人 引来他们朋友 对这个熊孩子的抱负 这就叫报应 希望大家 以生作者 我们学博人 就是要给孩子 做一个榜样 我们给孩子留下千金万金 不如给他们留下 一个道德和很好的品质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学佛 好好以生作者 让孩子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切莫游戏在人间 天上地下 非等闲 善恶有报 每天记 因果来时 堵不及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完成囉 完成而已 完成了 完成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